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对对对对 它上面有一个散帽 散帽非常小 不是很大 如果过大 茶树菇就不小 有些老了 干的您要是买回来 也不要紧 用凉水泡 然后用温盐水来漂洗 茶树菇选好了 接下来应该如何处理呢 咱不用刀 不破碍它的纤维 没错 如果要是用刀的话 尤其是铁刀 切完以后它会有铁锈味 我把青红椒切一下 切成差不多 一丝酥一点 现在切一点洋葱 因为这个洋葱 一个是炒起来香 二一个它有一个脆嫩的口感 而且洋葱可以促使这种蘑菇当中的氨基酸 挥发出来 挥发出来 让人体更易吸收 点火 先把这个蘑菇给它炙香 现在不是大火 是吧 其实您说烹调 烹调 二次 烹 火的运用 调 调味的运用 咱们先不要放油 不放油 把这个蘑菇干着放进去 这让它多余的水分出一出 蘑菇会非常的软 韧 香 刺刺的感觉 刺刺的感觉 水分出来了 火要收一点火 您听一听 这个茶屋葱的香气出来了 让它充分的受热均匀 这个比咱们刚才放进去的时候 收缩了不少 就该拿咱们这个 葱油 葱油 葱油之前我们介绍过 就是您用葱叶 或者是比较老的葱的部位 然后用油给它炸一下 只要这个葱的香气出来了 就可以 可以 接下来我们把制好的葱油 浇在茶树菇上 不要很多 用这个葱油 再把这个 积一积 收一收 表面有这个焦黄的颜色了 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呢 还是放一点点葱油 还是放一点点葱油 一点 炖上锅 肉沫放进去 肉香 肉香 对 五块肉沫 就不要着急了 别着急了 如果过急呢 就糊了 一个是糊了 二一个这肉呢 香气出不来 肉里边的油水分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依然是小火 小火小火 咱们的这个黑胡椒 全部放进去 嘿 这提香的 对 重要的一步 然后呢 葱 姜 蒜 姜呢多一点 晕夏天 对对 开成中火 脆点 然后呢 黑胡椒的香气出来以后 也给它倒在这个 茶树菇上 也给倒在茶树菇上 这我没想到 它是层层叠加 没错 葱油 鸡蛋 到里面 火呢也不要很大 因为如果您火一大呀 这个鸡蛋就火得好不碎了 对 越碎越好 把洋葱 洋葱 下进去 放进去 这又是一个提香 来 让它呢 煎一下热 大火吗 青红椒 稍等 然后 好 把这个茶树菇 肉末 放进去 来一点点盐 咱们啊 这个不需要加 很多的 调料 糖 来揉合一下 调味 来小火 焖它两秒钟 哦 香气 融合在一起 然后开出大火 吃一下啊 看着也很漂亮 对 黄 绿 红 没错 显褐色 还有这个黑胡椒绿的这种 扁扁的 出锅之前 咱们来一点点味精 好 让它更鲜 好嘞 出锅 好 关火 好嘞 其实这个给我们这个吃茶树菇有一个新的选择 对 做一道菜也是非常的 没错 简单的事情 把这个氨基酸 对 加上这种啊 蛋白质 对 再加上洋葱 香结合 让它呢 有一些香气 黄的 黑的 红的 绿的 白的 再来回顾一下肉香茶树菇的制作方法 首先将茶树菇干煸出香味 然后加入葱油炒香后盛出 将肉末炒香后加入黑胡椒葱姜炒香后倒在茶树菇上 最后将洋葱鸡蛋青红姜炒香后加入茶树菇炒香调味即可 大爷大妈您 我估计您现在都记得了 晚上可以试一试 消息要告诉你 我们现在正好是在这个 猛牛百分早餐健康型的这个行动当中 和铁钢师傅 咱们和一起啊 领寄的接触 互相互动好不好 明天 老朋友 老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盐水压干可不是简简单单用盐水来煮压干 要让鸭干入味 而且不老不腥 可是有很多窍门的 明天 凉拌王刘浩翔师傅 不但会清传盐水鸭干的制作秘诀 还会告诉您如何巧妙变化 做出盐水云豆 盐水虾等更多的风味小凉菜